今天是我国第二届农民丰收节 全国内的农民举行多种形式 来庆祝今年的丰收 湖北咸宁市通山县市 今年湖北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 湖北通山县罗承村采访的记者 王波涛 波涛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当地的情况 好的 主持人 你好 那首先呢 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现场的这样一个丰收的场面 那在我身后呢 这样一片金灿灿的稻田呢 其实是通山当地 这样一个主要的粮食种植田 是中稻 那像这样的中稻 在整个通山县 今年的一个种植的规模呢 大概是在15万亩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水稻 那其实从我们的画面上呢 是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形态呢 是呈现一个微微的弯曲的 这样一个形态 那也说明稻树呢 今年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圆润 其实它长得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已经可以收割了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现场 已经有十台的收割机呢 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收割的作业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闻到正正的麦香 正正的稻香 那可能这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这个收获的味道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咱们通山的这个丰收 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其实这也是正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其实呢 通山在今年的农作物的生产的过程中呢 其实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 这样一个汉勤 那当地的天气部门呢 当地的气象部门呢 是有这样一个统计的数据 那自初美以来 整个通山的降雨量较往年的同期呢 是减少了85%的这样一个量 那可以说是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那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的大汉之年呢 今年的通山的粮食丰收 粮食的主产量 依然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是不减反增的 那可以说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也是非常的来之不易 那我想这也是湖北省 为什么把今年的农民分收节的这个现场 放在通山的这样一个原因 那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呢 我从农民朋友们的那里了解到呢 像我身后的这样的水稻田呢 它的亩产量是可以达到1200斤 那相比较去年呢 是一亩地是可以增加 120斤的这样一个产量 那按照现在市场上的这样一个收购价呢 是一亩地可以多赚150块钱 那这样的150块钱呢 可能不算多 但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大旱之年 依然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能可贵了 那其实说到通山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 就十年九旱 基本上每年都会遇到干旱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怎么来保证粮食产量的一个稳定呢 其实当地的农业部门在很早之前 就在做这样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那尝试把水稻的种植期呢 提前到每年的四月中旬 这样的话 它的提前成熟提前收获 就可以巧妙地避开干旱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那其实提前了以后呢 当地的一个气象部门呢 也会对农作物的生长 作为一个做一个严密的监测 一旦遇到像寒潮这样的不利的因素的影响呢 他们也会及时的联系当地农业部门和农民朋友 做一些防御性的措施 比如说给水稻和玉米铺上地膜 让他们在生长和育苗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 这样也可以保证它的一个产量的持续的产出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现场的收割机呢 始终都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收割啊 在我旁边呢 就有一台这个收割机 是已经收获了满满的一两仓的稻谷 那现在正在进行这样一个装卸的工作 那接下来呢 这些稻谷呢 也将会被运送到附近的粮食加工厂 经过后期的烘干和处理 最后会生产成我们餐桌上 可以吃到的这样的大米 好的 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时间交换给演博士 好的 谢谢波涛从前方 给我们带回来的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新闻